另外呢可以看到我不管是高铁被打乱之外呢 其实现在大家很关心 除了交通问题地方问题也很重要 山沃尔的四孽在高雄有好几家的超商的大门都被吹落了 这天花板货架东倒西歪的现场一片狼藉 另外有不少店家招牌也掉落或是掉一半 遥遥欲坠现象还生 有银行落地窗被风吹落 完间紧接找厂商来做清理 民众拍下正对面超商 天花板被抢风直接吹炮 整片玻璃也被风袭击消失在店门口 重回位于高雄小港医院旁的超商 左右两侧玻璃全破 灯条天花板钢筋都外露 超商里柜台收音机物品东倒西歪 相似废墟 路过的民众看到台风将超商吹成这样也吓坏 但看到对面灯火透明的另一家超商有感而发 你记忆不好 镜头一到高雄自由路上 这家鞋店原本在二三楼挂的大招牌也被吹掉一半 四个字的店名只看得到鞋子两个字 另外中山二路和复兴路口的远大银行 落地窗也被风吹破 两面大落地窗消失 银行人员紧急找厂商趁着风雨小一点清理现场 台风惊人的风势令人印象深刻 记者旅周人许琼文洪荣兵高雄报道